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篇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生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下这位 新加坡知名的前外交官和学者 他是新加坡印度裔 亦是做过 联合国安理会主席 马海锡先生 他说的 很多时候都很度欲 亦都说了一些 比较清晰 这个世界的格局思路 其实我发现了东南亚的 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说话很务实 亦都看到什么叫不卑不抗 就算 你不要说新加坡 其实其他的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 都不会像台湾地区那样 即是看到那些西人 就好像什么都让了 要被黑恋 是不会的 是不会的 当然 他们对着大陆 那些西方的 小国家和台湾地区的 所谓的领导人对着大陆 好像很硬 但是对着 这些 其他美国和其他 那些国家 就好像 什么都肯 卖了自己都肯 但是 东南亚国家的 政治人物很少是这样 真的很少 新加坡都是不悲不抗的 马来西亚也是 印尼也是这样 这些就是聪明 五站边就是最聪明的 我们看看马海石 他在上海世界 会客厅 出席了 中国式现代化 与世界的论坛 他就说 其实 在国际合作方面 中国和东盟十国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是个典范 一点很重要 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现在是 深陷困境 有地缘政治对抗 也有面临全球经济衰退的危机 再加上俄乌战争 大家对气候变化的担心 坏消息到处都有 我们需要一个好消息 马海石也做过新加坡常驻联合国的代表 他就说 即使 是美国和欧盟这样的传统大国 其实 他们都可以 从中国和 东盟的关系当中 吸取经验 因为 在帮助附近地区发展方面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 就做得 比欧盟 和美国好 尤其是对 北非 还有就是拉丁美洲国家 即是他说 美国和欧盟 不能够 是同 临近地区分享 历史发展的 果实 但是中国是做得到 其实历史 就看到一样 你没有实利 你就很难 不要经常说 哎呀我帮你 搞好选举 帮你搞民主 要搞多久啊 你改革了就帮你搞 改革很久的 久都不行的 你一定要搞好他 那我找中国 你找中国啊 那 债务陷阱啊 那 叫他免债 免债啊 洗白啊 是吧 说完了 我一说 整套西梅的先道就说出来 借钱给他就是债务陷阱 那免债 你洗白啊 哟 真的说完了 因为字笔在他们手里 他就说 欧洲和北非的关系历史 很悠久 但是2021年 贸易额只有3850亿美金 刚才你说这个历史很悠久呢 殖民史 殖民史 他们相当不妥的 法国 二十二世纪 二十一世纪 你还用那些高高在上的姿态 他们心中肯定不爽 还在置之点点 拉丁美洲 和美国 当然是同一个大洲 贸易额 只有3750亿美金 虽然 中国和东盟在2000年的贸易额 只有400亿美金 规模中不够 美国和东盟贸易额的三分之一 不过 中国向东盟提出的自由贸易协议 双方在2001年 签署之后 中国 和东盟 东南亚那十个国家 出现了一个 可怕的增长 从 400亿美金到去年 差不多10,000亿美金 是9750亿美金 他说这个数字太惊人了 尤其是在 欧洲和非洲之间 还有美国 和拉丁美洲之间的 贸易襯托之下 其实 这些国家很简单的 实质利益 当然 台湾地区说 我帮你 起体育馆 我帮你建医院 我们想要高速公路 以及 是 铁路 你又做不到 因为这些 钱是多得多的 而且中国建一些基建 非常之快手 基建狂魔 基建狂魔 没错 这位新加坡学者就反问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美国、欧盟等等传统大国的经济体 没有能够和邻国分享他们的经济发展成果 而中国做到了 这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 关于自由贸易好处的理论 都是来自于西方 但是他们自己没有实行这些 自由贸易理论 是的 这就是悲剧 他就说 以前和这些前殖民地做生意 都不是自由贸易 强生裸 现在要跟我 其实他们 都是刚才大马sir说的 以一个 西方老殖民者心态去看 这些适合图结 马海石就说 相信未来十年 东盟的经济规模会超过日本 如果东盟当初没有 是躺开并且欢迎中国的自由贸易协议 这样 就令人难以自信 这样 这个成果是没有的 这个难以自信的经济成果是没有的 还有除了经济,还有社会,人类发展 都需要这种合作 所以你经常说 什么债务陷阱 他一发展的时候 债务陷阱 其实他跟 六顶纪一样 总之是一句口号 什么都是一句口号 但有些人就信 反清复命 没错 是一句口号 其实他之前说的 相当无实 他就说 美国你也想一下 为什么中国 可以是部落到东盟的心 或者叫东协 在这个时代 其实 大家知道 这个 中美关系是差的 取诸 贸易和台海问题的升温 各个国家政府自然 都是担心 但是这个两极的时代 其实中国是支持多极的 西方要搞一个 他们说的两极 因为你们首先是发起贸易战 我们看看 其实 有一个地区成功开辟了一条和平的 繁榮之路 身处 中美竞争当中 其实东南亚地区 和美国关系 不算差 但是和中国关系 经贸上相当的好 当然 你之前说的 左右逢源 是这样的 是这样 没有人像台湾地区这样 亦都没有人像立陶宛那么笨 左右逢源 这是事实 就令到 他有一番繁荣 其实 这个不是一个 小成就 是一个大成就 30年前 很多 分析家 就认为 亚洲 尤其是 东盟国家 东南亚 肯定很大事 因为两个大国之间 逼他们选边站 对不起 之前KOL之王就说这个菲律宾很硬 邦邦马赫斯 他刚刚说 这个 海上的争议处理好 但是 亦都要和中国 是保持良好关系 那当然你可以说 他见了 他见了秦刚 他讲一下客气话而已 为什么他 按之类逻辑 他和美国讲客气话都可以 对 那当然他说 他对美国真心 对中国是假的 那你是否看到别人的心意 所以真的很好笑 这个是帮帮马赫斯的原话 菲律宾星报有说 英文的 自己看 所以 他不会那么蠢的 当然他老爸 是比较亲密的 大家都知道 马赫斯 但现在菲律宾 自从杜特尔特之后 你有发觉 其实 菲律宾传统上就感觉 差不多全东南亚最亲密 但杜特尔特之后 其实拉回中间很多 杜特尔特 他就叫做等距外交 又是站在中间 即是不选边 三个字 其实现在整个东盟 的国家 基本上都是不会选边 每个国家 都是为自己利益着想 如果你让我说 我直接说是选利 就是利益 利益 都是会散 之前有位 西方的学者就说 亚洲 似乎被欧洲 1993年说 结果 在今天 2023年 就是 他的相反 他当时说 亚洲肯定比欧洲更加不安全 亚洲有 战事的机会比欧洲高得多 结果今时今刻 在欧洲的这块土地上 就有澳湖战争 他就预测 长远来说 欧洲的过去可能就是 亚洲的未来 因为当时欧洲也有很多 战事 他说二战那些 是猜错了 你说是否有一定的内乱 缅甸就是 但是整体整个东南亚来说 其实都是一个 算是和平的发展期 我们撇开身观这些事情 是吗 没人想乱的 其实 你不要忘记 东南亚的宗教 也是复杂 菲律宾就是天主教 贵国就是信某宗教 主要就是某宗教 印尼也是某宗教 但是 东南亚有些国家就是信佛教 泰国 绵甸 没错 其实你看 欧洲当然多数都是基督宗教 信奉基督宗教 你看 国家之间的冲突 其实 在东南亚来说 马海舍说得对 算是成功避免的 大型冲突 也没有说是 某个东南亚国家 去向别人动手 没有 东南亚还是很繁荣的 在过去20年 其实美国和欧洲人的生活水平 是 下降 但是东南亚人 是取得巨大的 经济和社会发展 我们看回 这个10年到2020年 东盟十国 为全球 经济增长 是奉献了15万亿美金 厉害 不好意思 我看错了 是超过15万亿美金 居然 它的 国内生产总值总和 都很厉害 跟欧盟是一样 这个贡献 当然 立陶苑那些国家 当然 它也是需要发达国家 我相信 立陶苑和新加坡的差距差很大 我不是说笑 差很大 新加坡 已经是一个 真是 非常 强的国家 经济上来说 当然 马海石说 东南亚的 不同 尋常的和平和繁荣 不是偶然 其实 他们是奉讯一样的 四个字 实用主义 和包容 老实说我们麦后常说 有些BNO 去到 有些去到英国 都是 看不起来自 某南亚两个大国的人 不应该 但是东南亚始终种族多 就少一点 是要互相尊重的 是要互相尊重的 真的 如果不是 很容易有冲突的 你想想 现在BNO总国 谁去拿责 阿诚哥 辛伟成 还有 这个伦敦市长 简西德 这个是 内政部长 没错 所以 个人的眼睛放软了 个人的眼睛放软了 马海石说得对 为什么美国和欧盟做不到 其实就跟我们之前说的差不多 就是 你经常逼人 人家怎样怎样 有跟你的那一套想法 其实 记得李刚要说 这个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 我们用 不可以什么都跟你西方 实际上 其实马哈龙说的也没错 我不是什么都跟美国 结果就被人口珠不伐 到今时今日来说 我觉得他说的 是绝对没错的 马哈龙说的没错 是的 是不可以全部跟你 没错的 这句真的是 是的 我不知道有什么错 当然台媒每天都追击他 你们就自己搞 到时台积电都没了地位 试试 当然当然不会短期内发生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